这个男人厉害了 他居然继承了上帝的神力 上班遇到堵车 他只需双手一指 所有的车辆都给他让道 遇到经常欺负他的恶霸 现在他只需要一张嘴 天气太热 他直接站到塔尖呼风唤雨 而就在两天前 钢弹还是个十足的废柴青年 刚来公司上班 第一天就被开除了 晚上开车回家 又一头撞电线杆上 爱车就这么报废了 钢弹受够了 他暴跳如雷质问上帝 为什么他这么倒霉 第二天早上 好运降临了 失业的钢弹接到电话 说给他一份工作 他急忙赶过去 钢弹走进来 才发现这个公司只有一个老头 而老头还自称是上帝 直接就把钢弹逗笑了 这也太扯了吧 我是钢弹不是蠢蛋 失落的他扭头便走 突然上帝把他喊住了 然后说带他去看个柜子 并且告诉钢弹 这个柜子里放的 是你做过的事和说过的话 钢弹走到柜子前 这时上帝警惕地后退了一步 他轻松地打开了柜子 终于停下了 钢弹躺在地上 脑袋一片空白 处于猛逼状态 接着上帝又一锤柜子 抽屉又收回去了 钢弹狠狠地撞在了柜门上 他很生气 觉得这只是个机械陷阱 老头只是想整他 钢弹想着给他整回去 于是他双手放在后背 让上帝猜猜他 伸出了几根手指 这个男人把手放在背后 让眼前的老头 猜猜自己伸出几根手指 老头自信地说 七根 狡猾的男人立马收起两根 想让他难堪 但他仔细一看 右手竟然有七根手指 直接吓懵了 他叫钢弹 刚接到电话来应聘 而眼前这个老头 居然是上帝 他告诉钢弹 等你走出大楼以后 你将拥有我的神力 被这个奇怪老头 吓得赶紧跑回车里 没曾想 车子居然打不着火了 心想肯定只是巧合 随后他来到附近的咖啡厅 冷静冷静 刚要问服务员要勺子 其他人都看懵了 随后半信半疑的钢弹张开双手 番茄汤居然神奇地 被他分成两半 这下钢弹彻底相信 那个老头就是上帝 也知道自己拥有了神力 他迈着六亲不认的步伐 走在大街上 张嘴一吹 真是爽啊 巧了 钢弹看到曾经欺负他的恶霸 这下可要好好整整他们 要求他们给自己道歉 恶霸们上去就要揍他 钢弹直接把一只猴子 塞进了他的屁股 钢弹们被这一幕吓得转头就跑 钢弹随即一张嘴 无数的蜜蜂追了上去 回到家后 他随手就给女友编出一束花 天上的云层随手擦掉 月亮太小 直接把他拉近点 然后点缀一下 这才是浪漫的画面 接下来 钢弹要重新去那家 开出他的公司应聘上班了 这个男人迈着六亲不认的步伐 出去上班 看着眼前的破车 他坐上去摇身一变 成为豪华超跑 路上太堵 小手一挥 左右车辆立即让出道路 红氏在一旁挖苦他 新闻已经报道完了 但钢弹胸有成竹地说 等一下就会有新闻 话音刚落 警犬就找出来一具尸体 红氏急忙转头去拿摄像机 没想到车门自动关闭 怎么也打不开 于是 钢弹来了一场独家新闻 接着他不断用神力制造新闻 然后自己独家报道 这边新闻还没报道完 旁边一颗陨石又砸下来了 而钢弹永远都掌握着一首新闻 就这样 他成为了新闻媒体的丑 三天两头上热搜 回到公司 所有人都为他鼓掌欢呼 但是凡事都有弊端 钢弹由于滥用神力 导致世界异常混乱 各种怪事频频发生 一次全球大规模停变 街道上开始出现暴乱 钢弹有点慌了 女友提出和他分手 钢弹想用神力让女友回心转意 随后来到女友面前 对着他释放神力 女友看了看 转头就离开了 失落的钢弹这才知道 原来神力并不能让他拥有爱情 他在雨中 哭得撕心裂肺 突然一阵强光 钢弹以为上帝显灵了 低头一看 原来是一辆后八轮撞了上来 钢弹再次醒来时 他已经在天堂了 上帝又找到了他 并把手链给了钢弹 并告诉他 可以实现一个愿望 钢弹接过手链 并没有许愿自己活过来 而是虔诚的许愿女友 能找到一个爱他的丈夫 并且希望世界重归和平 随后上帝笑着说 我会帮你实现的 接着手指一戳 钢弹居然又神奇地活了过来 在医院睁开眼看的 第一个人就是女友 他原谅了钢弹 两人紧紧拥抱在一起 现在钢弹也明白 创造奇迹的 从来都不是上帝 而是平凡的自己 到这电影结束 我是小怪兽 喜欢的朋友点个赞 关个注 谢谢